成功者的语言 对 就是这样子 多少人像你的东哥一样工作 结果是什么 过劳死 30 30死掉 35 我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 那那个成功者的语言 这个里边其实要叫我说 是把这个一个制度性问题 和个人人生选择问题混淆在一起了 对吧 其实这个人吧 有的时候也是故意的 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想 其实你要站到对方立场上想 谁说的你都能理解 你比方说 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发了财 他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 我就觉得你知道 至今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有一种价值观 劳动者是美丽的 是吧 工作才是人生的价值 不奋斗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可是我更愿意想起一个 西方哲学家讲的话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 我到底准备怎么过我这一辈子 你知道 比如说 那我有朋友 他奋斗成功了 他过很好生活 而且跟他儿子还挺先进的 他儿子在伦敦 我就跟他儿子 我跟他儿子聊天 我说你儿子是个当学者的材料 是个知识分子 对吧 他就发愁 因为他跟他儿子有协定 就是说老豆就不要吃老豆的 但是他在一边担心 他说这将来就在英国大学当教授 我打听了 教授可没多少钱呢 他说 我说教授算可以了 他说 那能住上大房子吗 在伦敦 不能 他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 当然 对吧 就担心啊 但是你架不住 他儿子喜欢这样 他儿子愿意在学校里 一辈子做个教授 就不像他老豆那么有钱 那你说这是怎么说呢 他就是你觉得 这种野心就是正义 就说我这个就是对的 可是有很多人 如果他不想改变世界 他还想怀到田园木哥 怎么办 我想说的 或者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年轻人的 对吧 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说 像这个马斯克 他要改变世界 你知道有的老板 我觉得是真的 要不说我总想跟他们学 怎么挣钱 最后他们告诉我的是 你要奔着钱去 你就挣不到大钱 我们都是情怀 最后钱自然就来了 没这事 我一直在学习 没这事 你这 不是 我甚至认为 他是 我觉得出发点是 我甚至认为 他是真诚的 对吧 就是有的老板 有的首富 他确实首富 不是他人生的目的 他觉得他能改变了 人类的生活方式 改变一种通讯方式 他觉得是他人生 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感 对 这可以 但是 那如果另一个人 我这辈子啊 最大的满足感 就来自于 忙完了一天的活啊 喝二两小酒 看看电视 看看美剧 这就 我就愿意这样过一生 这就很快乐了 对 但这就改变不了世界 对不对 但我想说 那我就比较低俗吗 我就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啊 不能说是全部 就这些富豪故事 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 尤其是硅谷 早期的创业者 他们最初其实 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 他就是在自己车库 在garage 弄些 烧些东西 弄些东西 他们是真喜欢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这个东西能改变 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 但是 他也得雇佣很多人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一开始不是 一开始就两三个人 在那么搞嘛 而且是无偿的做 当然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 有本事 造福千千万万人 那理论上讲 你没钱 天理都不容啊 对吧 你造福了千千万万人 你千千万万人 就会给你有回报啊 对吧 你不想要都不行 那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 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 他说三种人都一样 就是幸运 lucky 我很同意 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呀 多少人像查布斯 他说到最后就是luck pure luck 但是你也要努力 但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 他说 那当然咱们 所以 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嘛 小富有贱 不是很贱的贱 贱贱的贱 贱贱贱贱贱贱 大富有贱 八个贱贱贱 可是我们别忘了 乔布斯死前的感慨是什么 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 我非常后悔 我应该把最主要的经历 时间精神放在跟家人相处 放在开发自己的 各种的性灵的感悟 所以我们说乔布斯 发财什么做大师 到最后他是后悔的 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 我们前面的聊天讨论 都忘记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很重要的 剥削 所以你996作为一个制度 基本上这个核心在于说剥削 假如是一种制度 你不能剥削 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 要不要8118的 这个拉个无所谓 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 因为中间就牵挟到剥削 剥削有什么不好呢 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 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基本上他的生命 这是为了工作 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 是别人的工作 异化 对 人的工具化 那个所说的 人的理想状态 我们都知道 早上钓鱼 下午喝个小酒 晚上打个牌 再晚上上坑陪陪老婆 你们家住坑不是坑 不是 所以刚说的 我觉得说 无所谓了 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 你的事 问题是你不能强迫脑子 996 对 我接着你这个说 我觉得问题还是没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假如这么讲 不应该强迫任何人 去给你怎么工作 对吧 愿意不愿意996 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 个人选择的自由 这个理由很刚吧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个社会复杂 就表现在 人类最深刻的问题 表现在哪 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 你刚才讲的巴黎 我有两个经历 就是 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个 个人选择的问题 你看 我在巴黎 买那个牛仔裤 还有我平生 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 五点钟关门 你知道吗 我拿了一条牛仔裤 我都得试一下 我试完了 我走到柜台的时候 他那个闹钟 五点整 就收银台 我拿着信用卡 收银台 对不起 法语我也听不懂 关门 这就不卖给你 可丁可某 五点钟下班 说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这是一个印象 二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们在巴黎街上 看见一场游行 开头这个翻译 就说 这是那个法国 那个巴黎 那个工人 就是抗议加班 就是抗议加班 后来呢 他又看了一下 那个标语 跟我说 把我听懵了 他说 还不是 他们呢 不是抗议 让他们加班 他们是抗议老板 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 加班 对 明白吗 就是说 我可以自由选择 可是这种自由选择 成面积的自由选择 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些个愿意加班的 他就挣得多 我就被淘汰了 就有压力 所以你看 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 那这事怎么办呢 咱俩同样在一公司工作 对吧 老板说咱都像文道似的 休息休息 大家休息好 大家休息好 他也是说说而已 对对对 那最后这个晚上11点还在干 那梁老板能怎么想啊 对啊 你一绩效 干得好 对啊 这矛盾怎么 我想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种剥削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它还不只是说 使得你 比如说有异化问题 晚上不能够上坑 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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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普通话讲过好 上抗没睡 我跟你讲的 东北 然后呢 还不只是这样 而是什么呢 有个更根本的问题 人的劳动力 所有上班的人 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不是 给老板 然后挣的这份薪水 或者奖金 劳动力这个东西 不是无限供应的 人不是机器 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 就我的劳动力 也是要再生产 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 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 我要吃东西 我要休息 我要维持跟家人的健康关系 我有我的业余爱好 让我这个人呢 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 OK 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在哪呢 就在于它剥削掉你生产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就老板要你卖劳动力给他 那员工只好卖了 但是员工卖至于员工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劳动力 他连这个东西都把你拿掉 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 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生产的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 就说我干久了 如果996久了之后啊 比如说干个五年十年 比如说国内有一家数一数二的全国人 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就很有名嘛 就他一些高层员工就干了几年下来 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 身体也不行了 为什么现在是肾不行 肾为先天之水 然后呢 各种病都有了 这很有名的一个事 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 跑去跟这个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说请辞 我没办法了 然后我老婆也不愿来这个地方 她在另一个城市 我们这样下去 我家也没了 我身体也没了 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 你这样的老婆要她干什么 所以你有没有理想 那么愿景 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算得了什么 所以就是日本家侵犯到人家家庭上 所以这就变成还不止 就是说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员工最终争垮掉了 或者说因为他劳动力在生产跟不上 那他劳动表现就不会好 绩效也不会好 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 炒掉他 换一个年轻力壮的生产力还足够的人 这才叫做是最大的问题 这种剥削 就是说你一个员工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 他的这个劳动力在生产可能就恢复不过来 恢复不过来的时候 对老板来讲的办法就把它弄掉 换一批 其实你刚才说 对这个劳动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创造力 因为人是需要有充足睡眠 充足休息 对吧 他自己才有创造力 但如果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老板可能需要到的 不是他完全的创造力那个部分 是你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来做 是一个蛮机械性的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要真的回到我们刚才说不要这个996 他需要我们真的要把回到我们原始的好的人之为人的状态吧 我觉得基本回不去 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 我觉得除非你把电都关了 你除非大楼你说以后我们几点之后断电 那就没这事了 你在就你比如说像在芬兰那种国家 他们有的企业就可以做到说 我员工回家六点钟全家断WiFi 你全家断WiFi你才有家庭生活呀 其实这个996不光是对你这个员工 其实对他的下一代也很大印象 当然 他的下一代也是你的这个老板的下一代要生活的这个世界 可是对基本家来说 他最大的道德责任就是把钱赚最多 对利益最大化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 就是价值观 你整个群体你的value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回到文涛说你说在欧洲巴黎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是两个方法 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 欧洲有些城市不一定是大城市小城市 甚至一个社区 它有一个规条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 是说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 你要继续营业是要罚还的 是要缴额外的税的 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 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 我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 我喜欢礼拜天营业 你们不营业你的事我营业 那不行的 或者说它行你付额外的税 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 不然我开了没有用 我赚的钱不够 那另外一个除了法规 还有经济运作上面 给你增加你开OT的成本以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 那种价值观 你的融入感 这是那个羞耻 整个群体 整个小区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这家人 你这个店 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 都去BBQ BBQ 去烤肉 你在开着这个店 我们根本不跟你玩 所以你看得形成社会共识 就要消除这个差别 就是全社会从老板到员工 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 就是这事丢人 对吧 那才能解决这个 所以反过来 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 但是反过来 我说一个就是 其实从我们都讲的是 人性关怀 但是从有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 你如果一段时间内 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 对 就是真的 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 其实你不眠不休 包括你写小说 比如说对吧 你不眠不休 我以前我也试过 就是办公室 就摆三个椅子 就在上面睡 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写 或者又干 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 当你有一个目标 想完成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 这个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 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 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吗 我去到日本有个幼儿园 我看他们半天 那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 我问那个园长 我说你们孩子累吗 他说我们这不叫累 叫完全燃烧 他说完全燃烧之后 他说完全燃烧之后 他说身体 对 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 我说完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看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 你告诉你的员工 这些道理 他们就会被洗脑 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 对 烧着没有 所以难怪你们不喜悦 对吧 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 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地看 两方面 就是为什么 我最近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 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 就未经 苏格拉底 对吧 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 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 加入一家公司 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 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 为了他的理想 一将功成万古库 可同样反面的情况就是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有时候这老板是个不靠谱的 但员工可不就这样吗 那么 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 有的理想 我审视过 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 确实造福人类 造福世界 造福我自己 我选择 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 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的选择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 是老板特别会忽悠 忽悠的吧 也不大给钱 对吧 最后呢 说的这个员工 甚至我们见过前几年 那个报纸上 还批判呢 那都有点 那个成功学啊 有点那个催眠了 甚至光说都不行了 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 我自己有体会 在当时啊 我都是出了门之后 我才冷静下来 真的 当时听我都恨不能跟着他去 有的老板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 你知道吗 但是甚至就是员工 你看喊口号 每天早上 他那就在燃烧啊 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 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 你也没选择 你不得挣钱工作 对 所以我说还是 你当你听的时候 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你应该审视 你准备怎么 对啊 对啊 最问题就是 那是不是你的梦想 老板的梦想 是不是你的梦想 有时候听着听着 我就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 这就是一个问题 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我已经七十一的生活 过了不晓得多几十年了 但你是你自己老板 对 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 我从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从来都在干 我爱干的事情 闻到你觉得工作 这是快乐的吗 我很快乐 我这么多年 你说我这么多年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 我读书是个工作 你想快不快乐 写作 做节目 跟人沟通 我做的这些事情 都在追求 我的理想的实现 所以我一直很快乐 但问题是什么 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理想 那你们的理想 加总起来 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 或者说 你的这种理想 跟你的员工 是同样的理想吗 你是要洗脑他们呢 还是说 你的员工本来 近来当初 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 还是怎么样 我同意 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 如果你员工 抱着热情 抱着理想 实现自我 这个想法 其实没有错 我觉得更多时候 他们讲的是 他们自己 我相信那几个大佬 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 他觉得他再累 他觉得很快乐 又他在实现自己理想 但问题就在于 你的员工呢 假如你不是为理想 那很坦白讲 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 来获得报酬吗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 那些大佬 那可是 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 他们说那个 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 他也觉得说 不应该是制度 也不可能是制度 是违法违规的嘛 另外纯粹 做的商业来说呢 他说也是不行的 行不通的 因为当你这样的话 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 他们会跳槽嘛 我们谈了 我刚强调说 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 还有不要忘记 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 有一个叫做市场 市场 有市场 你可以跳槽 他说你这样 要人家996 你不可能楼住人才 那你企业一定失败 所以说 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 完全人 那讲这个市场 是被几家垄断的呢 对啊 没错 然后大家都这么干 所以你就无桥可挑 市场的健康的问题 对 他有些成功人士 我特别能理解 好比说富一代 对吧 你说这个人 发财了 对吧 绝对有凭运气的 但是老实讲 我活这么大岁数 没见过一个 我见过的 每一个发了财的 都能给你讲出 一本血泪史啊 不是 他是比你走运 还比你勤奋 没有人能 随随便便成功 他有过人的财富 他必有过人的代价 那么你想 像这样的一个父亲 一个富一代 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 哎 我不想加班 我不想努力奋斗 那么他能有什么 别的想法吗 他肯定 人都是自己 亲身经历的产物啊 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 孩子怎么可能 不付出血的代价呢 对吧 他就这样说 那么可是这就像 有些父亲 很难来理解这个孩子 说你怎么学艺术 是吧 那玩意将来能当饭吃吗 对吧 那里面可能 问他有个性别问题 因为你刚举例说 父亲 我也经常会反省 你说什么 审视 审视 我也经常审视自己 他说因为 那个 我就是那种父亲 我一听到我女儿说 找工作 我就皱起眉头了 因为我觉得 觉得太辛苦了 每天要工作 这么长时间 这样 不值得 那生命就应该 要来享受 所谓享受 不一定适合玩乐看韩剧 他从事到文学的 创作艺术的心想 那可是我 就会问自己 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 是儿子 我就会说 你这个宅男没出事 赶快给我 赶快赶充足 赶快赶紧赶紧赶 你不要想着 拿我的钱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来买 法纳利 不会留给你的 然后来 要这样吧 那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也要说 我的人生理想 是做个流浪汉 就像前一阵 网上围观的 那个什么 一个国学的 国学大帅 他不是也想去 去买房子了吗 说红了以后 说要买房子了吗 社会一关注 假如是这样 我当然就是会生气 我刚说假如是女儿 我就好像觉得无所谓 你就享受人生 可是话说回来 不管是男女 我觉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语言 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 不完整不真实也好 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 有热情 那是当然最重要 像闻到从年轻 我看着他写作思考演讲 像我自己也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听完一句话 就在大脑里面挥之不去 我徐来岁听了一句话 坦白讲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 是什么路了 那句话就是 基本上从读者文哉一看 我们要连带路看读者文哉 名言 那句话是说 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一只羊 吃草 在草原吃草 是羊的生活 也是羊的工作 也是羊的喜好 热情 我就听进去了 看完看进去了 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 我受不了 我没办法容许自己 好 我今天九九晚六 是为了赚钱而活的 六点之后 我就才做我自己喜欢的 我没办法容许自己过这种生活 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写作 研究 教学 每一个都是我喜欢 当然也有阴暗面 后悔 要经常在家里写作什么什么 没有理由跑出去 那要整天在家里就烙矛盾 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 他鞭子 我现在很羡慕他总可以到处跑的 可以做生意的 老婆我走了三天不见人的